大王, 所謂家有一老, 餘有一寶 我覺得他們教會我們很多做人的道理 長者人生經驗豐富, 見識當然多 但是隨著年紀增長之後 他們的活動能力慢慢衰退 今天我們請來職業治療師 林碧敏的Grace 教我們如何幫助他們 你好, Grace 你好 我想問為什麼隨著年紀的增長 長者們的活動能力會越來越減退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聽到長者 覺得有一個傳統的觀念限制了 是 經常聽到年紀大就機器壞 其實年齡也不是判斷 我們活動能力變差的唯一指標 很多原因都有機會導致這些情況發生 例如可能退休之後 社交活動少了 是 體能活動少了 又或者他們曾經受過傷 甚至是一些常見的長期病患 可以是中風、柏金順 甚至認知障礙 其實也有機會導致他們活動能力變差 活動能力不好 還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呢 不如我們先由身體機能開始說 其實隨著年紀增長 我們的肌肉會慢慢流失 特別是其中一個 我們負責快捷動作的 第二型肌肉纖維也會慢慢流失 怎樣叫第二型肌肉纖維呢 其實這些第二型肌肉纖維 它就是負責一些比較快捷的動作 就關乎我們的爆發力士 可否具體地告訴我們 第二型肌肉纖維大概是哪些呢 其實這個第二型肌肉纖維 你有肌肉的地方它也會有的 對 因為它其實是一種 專門負責快捷動作的纖維 就是說如果我們身體 需要做一些比較快的動作 或者牽涉一些爆發力 其實也會動用到這些肌肉纖維 因為長者其實他們這些肌肉纖維 會慢慢變差 除了這個肌肉纖維之外 其實我們的一些神經系統 感官系統 例如神經元之間 有一些我們稱為觸突 它也會有這個腦快的情況發生 除此之外 例如我們的大腦也會有腦快發生 例如你可以看到就是 原來我們去做一個動作的時候 這些動作跟我們的神經系統 會連接在一起 是 就像一個圈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個動作 都會動用到我們的認知能力 特別是其中一個叫動作計劃能力 Motor Planning 如果長者當她大於70歲 這方面的能力也會明顯變差 導致我們的撥動能力慢慢變差 手腳不靈活聽得多了 但是大腦退化, 令手腳不靈活 聽得少一點, 是什麼原理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這裡 你會看到我們的大腦 其實負責著很多不同的部分 我們的大腦就像一個主機一樣 它其實會負責一些認知功能 甚至是我們的手腳控制 中間這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的大腦運動皮層 剛剛提到一個動作計劃能力 Motor Planning 其實就是由這個運動皮層負責 這個動作計劃能力是什麼呢 它有幾個步驟 就是說我們要做一個動作的時候 首先我們要計劃好 就是在大腦的認知能力做配合 計劃好之後, 你也要叫它做 就到了第二步 你有沒有發出一些指令去指揮 那些肌肉或者手腳去做我們想要的動作 第二、三就是真的做出來就靠肌肉 你要去得到, 肌肉要做出來 說到現在, 其實他們也是做了動作 因為說明要手腳靈活 我們還要做得好 是 這裡就靠第四步 就是一個調節和回饋 就是說我們身體的一些感知功能 可能是我們的五官 視覺、觸覺等等 去幫助我們接收了一些訊息之後 去優化我們的動作 例如, 長者都很常見會說會有糖尿病 糖尿病的患者 他們會手腳的感覺變差 舉一個例子就是 可能一位老友肌 手腳很有力, 甚至很有耐力 但是他可能腳底的感覺變差 這樣就會導致他踩地的時候 踩得不穩, 就可能會容易跌倒 另外, 常見就是我們拿東西 手震震打破東西 也可能是因為手感覺不好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可以好好捉住物件 這些都會令我們表現出來 好像頓盡一點 那有沒有什麼小測試 我們自己可以做的呢? 其實也有的 我們去檢查自己的感覺 一些比較正式的測試 可能是音叉震動測試 但是我們家裡沒有音叉 我們簡單地可以掃一下自己的手指頭 感受不同的手指頭的感覺會否有不同 或者是比較左手和右手的感覺 什麼是感覺變差呢? 可能你會覺得 好像戴了一層手套一樣 隔著了一層東西 甚至有些嚴重的 他們會說要針刺到肉才會痛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徵兆 剛剛提到認知能力 我們職業治療師都會做一些 記憶廣道測試 Digit Spam測試 他其實是在看我們的專注力 他就是我們會問一些數目字 然後請被測試的人 去說這些數目字出來 順次序或者倒轉這樣說 試一下可以嗎? 當然可以 不如你幫我試順序 待會Iris幫我試倒序 好… 我們先順次序 我不看的, 是不是? 對 聽你說的 沒錯, 只是我看的 不如我先說六個數目字給你聽 麻煩你幫我順次序讀出來 聽住了 392487 392487 非常好 如果他成功 我們會再加一個給你 這次到七個了 不如多加兩個吧 當然可以 不可以就算了 對… 我們來挑戰八個 來聽住 38295174 38295174 非常好 不如家庭觀眾一起試 沒錯, 對 你說這些數目字代表什麼呢? 一個正常的成年人 順次序應該記到大約五至九個 大王你就合格了 很正常 合格而已… 對… 那麼反轉呢? 如果長者… 等家庭觀眾了解一下 長者會順次序 大約四至七個 好… 我們倒轉有些不同 不如我們再試一下 好, 我努力 倒轉 我們由五個數目字開始 麻煩你幫我倒轉說 好 試一下 四、二、七、三、一 四、二、七、三、一 一、三、七、二、四 好, 我們很快做多一個數目字 就變六個 難很多 對 我聽著 好, 三、九、二、四、八、七 三、九、二、四、八、七 七、八、四、二、九、三 對, 非常好 好, 我也好 如果做不到會怎樣呢? 如果做不到 我想Iris應該是昨晚睡不夠 昨晚睡不夠 如果是長者, 你做不到多少個? 對 對, 尤其是一般長者 他們應該倒轉 可以說到兩個至五個左右 對 那復康治療裡面 運動能不能幫忙嗎? 當然會有幫助 唐永在那邊 正在等你過去幫他 沒問題 你好, 兩位好 你好 今天除了有Grace之外 還有復康訓練員Lily 跟我們一起做示範 此不宜遲, 我們的動作要做什麼? 首先我準備了一個練手感訓練給大家 你會看到我現在有很多不同的物品 我準備了兩個袋 待會可以邀請永浩和我們的訓練員 一起鬥快找一些物品 我們現在放進去 要鬥, 還有這麼多款嗎? 對, 其實這個就像我們平常的招袋 可以訓練我們的手部 對於一些實體物品 例如大小、形狀等等的感覺 不如你們嘗試鬥快找一個兩毛錢給我 這麼小嗎? 先看看 拿多了 果然我們的訓練員很接受訓練 這個訓練, 長姐, 我們平常都可以 例如像招袋一樣做 可以加上手部、手指的靈魂 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 我們也準備了一些運動訓練 跟大家做練習 首先, 不如我們做一個微樽的訓練 我們首先準備一張椅子 讓我們可以安全一點 兩隻手扶著在椅背上 兩隻腳微微抹闊到差不多肩膀 然後我們幻想後面好像有一張椅子一樣 慢慢向下、向後坐 然後定住 一、二、三、四、五 然後慢慢起來 這個訓練對於下肢肌肉力量 或者一些核心的平衡 都是比較有改善的效果 而且每次做多少下? 我們每次大概做十下 可以例如早晚各做一組 這個動作可以改善肌肉的力量 還有什麼動作有幫助? 我們現在做第二個簡單的動作 我們可以站在椅子旁邊 其實我們做一個站在這裡的平衡運動 我們把我們的腳前後站 腳跟對腳尖 這個時候我們身體盡量保持平衡 有些老有紀人可能會覺得 我有點難平衡 我們的身體好像很容易擺動 要離要離 如果是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的腳抹闊一點 到了訓練效果比較理想 才把你的腳合起來 我們其實也很強調 單一的訓練效果未是最理想的 有時候我們如果將運動 和一些認知訓練的元素結合在一起 成為一個雙重任務的干擾訓練 它會有一個更好的訓練效果 干擾訓練? 沒錯 會不會很複雜? 對 其實聽起來很複雜 簡單來說 鍛鍊我們要一心二用的能力 以這個為例 我們已經做一個平衡運動了 這個時候我就想你們加入一個舉牙鈴的運動 對, 例如你們兩隻手 角拿一個牙鈴 在做這個平衡運動的時候 我們向上來回做一些舉手的動作 這時候我再加入一個認知訓練元素 去增加難度 不如你們兩位輪著試試 幫我說一些水果名字吧 好, 我先 橙 士多啤梨 蘋果 榴槤 對, 如果有些人都會覺得 我可以加入要認知訓練的元素 一分心就不行 其實就像我剛才說的 你一心二用的能力 還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那這個牙鈴的重量 又可以怎樣去界定呢? 一般我們希望設定為一個雙重任務的干擾訓練 我們也不是藉著這個訓練 去強化很多上肢的力量 所以我們不需要很重 可能0.5至1至2kg已經很多了 怎樣才算是做得好? 是否越講得多就越好? 可以是越講得多越好 又或者在一定的時間裡 你能講得到之餘, 你沒有失平衡 對, 如此類推 我們除了雙腳前後企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替換成一些其他動作 例如我們不做雙腳前後企 做一個單腳企的平衡運動 但同時間我們就接著 我們剛剛的一些上肢舉手運動 這次就不如考考大家了 這次我們嘗嘗說國家名 中國? 日本? 我…說不到了 對, 通常加入認知訓練元素的時候 會更加難 家庭觀眾也可以自己考考自己 幫自己設計一個適合自己的干擾訓練 明白了, 真是感謝Grace的講解 以及Lily的示範 大家記住, 做運動的時候 記得要量力而為, 有任何問題 記得問相關主業人士的意見吧 我會適合你 為, 有任何問題 你不如有任何問題 對, 說我真的會有任何問題 對, 我會做的 你也會做的 解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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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會議